為原民歷史正義 為原民歷史正義 還我傳統領義 來自各地的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同盟成員發出怒吼 要求政府正視原住民族 四百多年來 不同政權的殖民歷史中 土地主權不斷的被占有與剝奪 發起為歷史正義而走 選擇從恆春古城的東門出發 說明1875年 清兵從東門出城 進攻原住民族 也是排灣族受侵略的開始 對排灣族來說 要推到1875年 滿清帝國的開商府方政策 對我們排灣族造成的 實質的掠奪跟傷害 擴大到全國集體的原住民來講 我們要求歷史正義 要往前回溯到正成功 登陸台灣的那一年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呼籲我們的新政府 蔡英文總統不是只有片面的口頭的道歉 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立法來具體的落實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 原住民族轉型爭議同盟以反侵略的方向 由東門外進入恆春古城 要求還原歷史真相 並用古老的徒步方式走進部落號召各部落與族群 為自己民族尊嚴戰出來 要求新政府立法保障援助民族的轉型正義 我們幾百年的痛苦我們一起來發生 那因為土地是我們的生命之本 沒有土地談什麼發展都是假的 我們文化要延續也要延續在我們的土地裡面 所以我們這次無論如何在2016這個時候 我們要站出來走出來 蔡英文總統在競選的時候曾經提出要 儘速恢復平補組的身份跟權利 那我也希望說這不是只有一個口號而已 能在他8月1號的道歉之後能夠真正的落實 儘速的規劃我們引有的身份跟權利 從2號開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同盟 將沿著台灣東部一路北上 從恆春東門出發 經過阿朗一股道走過安硕 7月6號從土板金輪到資本 10號到達長冰鄉 接著從長冰鄉走到花蓮峰冰鄉大港口 經過光復鄉太巴朗部落 17號到達吉安鄉七角川 21號宜蘭南澳 22號離開南澳 行津羅東 明池 西州 最後在31號到總統府前 集結在總統府前要求政府道歉 還原歷史真相 同時歸還原住民族主權與土地 記者歌手 屏東橫村採訪報導